回绝藏于迷人的梦 是冰拿鞋啊 偏微轻轻 啄一身后 先风刀骨云 前妻贺红铃是所有男人心中的女神 长得漂亮又会拉小提琴 有个性有魅力 难怪把春生夜国华齐天都迷得神魂颠倒 这个女人本来握了一手最好的牌 最后却被她打得稀烂 因为她太自私想要的太多 而且不懂得珍惜身边 每次都是失去了才明白多重要 春生爱她的时候 她没珍惜 抛弃春生丢弃了这份宝贵的爱情 因为当时的她渴望得到叶国华的物质 得到了又开始想念爱 想念那个被她抛弃的萧春生 那个红灵渴望的永远是她没能得到的那个 跟叶国华都已经谈婚论嫁 还能在冰场上找萧春生复合 穿着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红衣服 当时就把大家伙给雷倒 真是从头尴尬到脚趾头 十几年过去了总应该成熟些了 没想到又出来做药 自从知道萧春生混得很好 还有了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 贺洪灵又穿上了当年的红毛衣 送给春生女儿一双冰刀鞋 她这是想刀小梅呢 还是想刷存在感 总之把所有人都尴尬到了 小梅非常大方地处理了此事 萧春生摸着钻戒暗自庆幸 庆幸当年娶的是小梅 可怜的叶国华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有个这样的做惊老婆 真是她人生最大的悲哀 你们是怎么看待贺洪灵这个角色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